大家好,我是文哲,欢迎收看本期的文哲谈情 在当下这个社会,离婚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 有些人在离婚以后,还想再次拥有一份婚姻 便会选择再婚,也就是所谓的半路夫妻二婚奖婷 那么半路夫妻再过夫妻生活是什么感觉呢?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不妨来听听两个过来人的答案 第一位王女士,今年38岁 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但是我并没有从上一段婚姻当中走不出来 相反在和前夫离婚以后,我变得比以前更加开心了 我和前夫之间有个儿子 后来竟然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同样离婚带儿子的家庭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后,我觉得他很不错 他觉得我也很贤惠 所以我们便领证结婚了 在外人看来,重组家庭或许不是很幸福的 是或许有很多矛盾的 可是在我看来,重组的家庭也是可以幸福 一大家子的人其乐融融的在一起 别提啊,多热闹啊 在关于孩子的吃穿以及教育上 我和现在的账法也是一视同仁的 在一场的生活当中,我和现在的丈夫也很少会产生矛盾 我们的生活很幸福 关于那方面啊,我们也很和谐 没有闹过什么不愉快,这一点啊,我还是很满意的 第二位中女是今年35岁 我和前夫啊,因为经常吵架 两个人的三观不合才离婚的 而我现在的丈夫与我有个相似的三观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争执 这一点啊,让我觉得很幸福 在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 我现在的丈夫也会考虑到我的感受 这让我觉得我丈夫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总之啊,我的二婚生活算是比较幸福的 没有什么异样与尴尬的感觉 第三位云语是今年40岁 我和在婚的丈夫感情很一般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可以说是为了大伙过日子 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很少会有沟通与交流 有时候偶尔说上两句话 我和他也会吵起来 这样我觉得再婚还不如我一个人单过好呢 我们很少会进行夫妻生活 所以啊,我们的夫妻生活并不和谐 我也是有需求的 我早晚都忍受不了这种婚姻 半路夫妻再过夫妻生活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在我看来啊,夫妻生活 幸福程度取决于夫妻两个人 不同的夫妻会有着不同的回答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又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